尸体 我再给你一个精辟 这尸体都分成四块了 师父 尸体缝起来以后 您再给它做套兽医吧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您不必有什么顾虑 对这安拉启示 我的主人是让强盗给杀死的 可这 这一件事 您对谁也不要说 等你做完以后 我还要给你一份报仇 好吧 我不说 我不说 马尔基娜 把一切安排妥当以后 就到清真寺里报丧 按习惯 把高西木送到祖坟埋葬 这件事啊 瞒过了周围的一切人 可他哪里知道 就在那秘密的山洞里 强盗们正在酝酿一场 杀气腾腾的追踪行动 不要吵了 不要吵了 这件事 我们一定要认真 追查 是 查到查清红 否则 这些财物 将会一点点的被偷完 我们的安全都难以保证啊 是啊 让我进城去谈听消息吧 你 我会很快的把情况打听清楚的 至少 也要搞出死尸的下落 如果完不成任务 你就处死我好了 好吧 好吧 明天一大早 开始行动 明白了 好 老财富 仙才蒙蒙亮 你怎么就做针线火呀 我看你是外地人吧 我是到城里做生意的 我说嘛 你别看我这把年纪 我的眼神可好着呢 是 前几天 我还在一间黑房子 把一具尸体给缝合起来了 这件事跟你没关系 你别问了 你告诉我 我会守口如瓶的 我想知道的是 前几天你去谁家干活呀 这是一金币啊 你能告诉我那个地方吗 我是被蒙上眼睛 让一个女人领着去的 这没关系 我就按那个女人的办法 牵着你朝前走 可能就碰巧走到那个房子了 这 这还有一枚金币 这是给您的报酬 好 让我试试 我试试 我才凤是个见钱眼开的人 他把两枚金币装进了衣袋 随即就离开了铺子 强盗照他说的办法 牵着他走 向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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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左 向左 向右 不对 再向左 再向左 他忽然停住了脚步 对了 上次我跟那个女人就走到这 是吧 谢谢你老采放 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 愿伟大的安辣恩赏你 强盗把老裁缝打发回去后 就在阿里巴巴家的大门上 画上了一个白色记号 然后急急忙忙的赶回山洞 报告消息 这时候马基纳走出了家门 这大门上怎么会有个白圈 不好 这肯定是强盗 伸准了我们的家门 这可怎么办 怎么办 有了 我把周围 所有邻居的门上 都画上同样的圈 他们就找不到了 对 就这么干 我们要找的人住在院子 那大门上有白圈 好 马上分流去找 好 去找 你看 这儿有白圈 偷 进去吧 杀了他们全家 对 杀了他们全家 慢着 怎么隔壁的大门上 也有个白圈 偷 偷 那边大门上 也有白圈 别管他了 咱们还是杀进去吧 笨蛋 这里每家大门上 都有记号 你说 到底是哪家 是哪家 这个真的 我记不得了呀 你 你看仔细了 哪个记号 是你画的 我实在记不住了 混账 我们算是白心困一场 我要把你丢起来 回去 强盗们回到山洞后 第二天 又派人找到了阿里巴巴的住宅 结果和第一次一样 周围人家的大门上 都出现了一模一样的红圆圈 强盗头子 非常恼火 最后 他亲自出马 记清楚了阿里巴巴住宅的方向 位置 才回到了山洞 你们听着 那个地点 我已经认准了 这一回 是绝对不会再落空的 还是偷钱 还是 不 你们这帮傻瓜 经过上两次交手 人家早就做好准备了 如果贸然行事 说不定会全军覆没的 你们现在 给我去买十九匹螺子 和三十八个大瓦瓮 再加上 一大皮袋菜油 好 买这些东西有什么用的 是啊 就是我 我要装扮成卖油的商人 除了那两个混蛋 你们三十七个 都躲进瓦瓮里 还有一只瓦瓮 灌满菜油 用十九匹螺子躲着 天黑之前 赶到那人家里 等到夜深人静了 听我的号令行事 这一次 一定要来个斩尽杀绝 以解我心头之恨 好急啊 谁啊 您是好心的主人 我叫天黑汪姐哈桑 从外地放油进城来做买卖 您看 您看 这天已经黑了 一时 我又找不到何时的住处 可是 这一身后 又累又饿 总得 给他们喂点草料吧 是 求求您大发慈悲 让我在您的院子里 住上一个晚上 不必客气 请进来吧 好 来来来 这边走 以上您这样的大号人 真让我感动啊 我会报答您的 这是应该的嘛 马尔基纳 来了 老爷 家里来了一位客人 今天晚上要在这儿过夜 你赶紧去准备晚饭 对了 再给他铺好床 是 尊贵的主人 您这样客气 我实在是过意不去啊 这是应该的吧 这儿有几瓶珍贵的好酒 祝愿您全家幸福欢乐 这可不敢当不敢当呢 这个 您要是不肯收下 就是看不起我了 这是从何说起啊 那 马尔基纳 老爷 您有什么吩咐 你快去准备一桌丰盛的宴席 今天晚上 我要和这位客人同酌共饮 是 老爷 你再去告诉当差的阿卜杜拉 给客人的骡子提水喂料 不不不 怎么了 不必了 我的骡子怕生 还是我自己来吧 强到头子装作去照料牲口 把瓦瓦一个一个的卸了下来 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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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饭夜 你们听到我的掌声 就立即钻出来 千万别睡着了 重心往头 一定搅拌 今晚半夜 你们听到我的掌声 就立即钻出来 千万别睡着了 放心吧 好 一定搅拌 千万别睡着了 知道了 真香 阿波多拉 肉汤烧好了 快给老爷端去 好吧 灯要灭了 油快熬干了 这可怎么办 家里一点油都没有了 那边院子里一旺旺的菜油 多得是 还愁没你用的 可那是客人的 你就用那么一点 再说也是为客人用 说得也对 那我去取油了 你盛肉汤吧 好吧 好 这么多油蚂啊 头儿 到时候了吗 到时候了吗 你说什么 是我们去报仇的时候了吗 还不到时候呢 头儿 怎么还没到时候了 还不到时候呢 怎么还没开始了 还不到时候呢 只有这一瓶是真正的菜油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我必须镇定 镇定 来来来 尊贵的主人 我敬您一杯 来 干 你吃菜呀 来来来来 那个卖油的生日妖礼 你尝尝 还憋着一把短剑 这肉可真香 阿里巴巴老爷 竟没有发现 这么好的肉 仁慈的安娜 你一定要保佑我的主人 给我吃点 给我吃点 阿布多拉 快把大伙儿架起来 我要熬一锅滚烫滚烫的菜油 知道了 马尔基娜提着滚烫滚烫的菜油 再次走进了院中 年底下 是火惊 有人 做火箭举 裙子 噩 给你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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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尔基纳把强盗一个一个的烫死以后 立即跑到后房去梳妆打扮起来 这时候前厅的客人喝得有些醉了 不要客气 您再喝一杯吧 尊贵的客人 不喝了 阿里巴巴 我今天比任何时候都要高兴 我也高兴 我说来人 我说来人 到时候了 您这是怎么了 来人 到时候了 来了 阿里巴巴老爷 尊贵的客人是要看动人的舞蹈了 阿波东了 快把手骨拿来 我们俩为尊贵的客人表演 来了 好 马尔基纳想得真周到 这时候 是该有动人的舞蹈 你请吃 喝呀 点吃 点看 不用客气 喝 我还没见过 这么美妙的舞姿呢 是啊 请你喜欢 今天就让他跳到天亮 我要给他鼓掌 阿布朗 客人给咱们鼓掌 再跳到这里去 好 好极了 应该给他们赏去 接着 谢谢老爷 谢谢老爷 我也给你 阿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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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杀了他 我的主人 我杀死他 咱们就没命了 你看看 他腰里挂的是什么 短剑 院子里还有三十七个强盗 都让我烫死在游泳里了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卑鄙的家伙 不是什么泛油的商人 他是强盗头子 马尔金娜 你救了我们大家的命了 我 我应该怎样来报答你呢 我看 现在最重要的事 是赶快把这些死人埋了 不要把秘密透露出去 嗯 好 马尔金娜 我现在宣布 恢复你的自由 从今以后 你再也不是女奴了 如果你愿意 我将把你嫁给我的侄子 也许 他还配不上你 因为 你就是聪明 智慧 和勇敢的化身 阿里巴巴 为他的侄子和马尔金娜 举行了隆重的结婚典礼 亲戚 朋友 邻居 都来庆祝 可热闹了 阿里巴巴 跟除了隐患 从此 安心经营生意 过着 无忧无虑的 幸福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